近几年,很多明星因为不会说话,导致输了口碑和流量,我们也经常能见到某某情商低的类似话题。 在这群人之中,男星黄晓明的低情商似乎是出名已久。 这里是呱唧娱乐,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黄晓明到底有哪些低情商的瞬间。 2013年的时候,黄晓明参加《中国梦之声》,有一位胖选手唱歌很好听, 结果黄晓明直接说道,一般胖子都特别会唱歌。 此时,坐在一旁的韩红立刻拉下脸,而台上的选手也笑得很尴尬。 李文见气氛微妙,赶忙打圆场,笑着说,那你是说我不会唱歌了? 结果黄晓明毫不留情地回答道,我觉得你挺胖的呀。 一句话怼到李文不知如何解话。 过了一会儿,黄晓明又对选手说道,你再次证明了胖子会唱歌这件事。 这一下,韩红终于坐不住了,他转过头,严肃地说,我没找你吧? 黄晓明看他脸色明显不快,赶忙解释道,我没说你。 随后,见韩红还盯着自己,黄晓明又咧嘴笑了笑。 他看着韩红的牙齿说,你笑起来,牙齿中间露个缝的时候,特别单纯。 刚被攻击完体型,现在又被说牙齿,任韩红再好的脾气,也忍不住了。 他呸了一声转过脸,再也不打理黄晓明。 但其实,黄晓明是个善良的人,他开这样的玩笑并不是要故意伤害韩红,或许他只是想活跃下气氛。 结果,弄巧成拙反倒让大家都闹了个尴尬。 同样是在这档节目,韩红在一旁点评选手时,黄晓明却莫名其妙拿着个树叶在旁边吹个不停。 韩红几度劝阻,甚至还模仿他吹出来的不雅声音,只说他或许是看到韩红实在不耐烦了,才终于放下手。 有人会说黄晓明为什么这么口无遮拦,其实都是因为人生太过顺利的缘故。 他自有家境优渥,还生有一副好面孔。 在校时,还被老师说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料。 毕业后,他的演技之路虽有坎坷,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虽然之前拍过的片子没有大火,但是一直都是男主角。 而且他并没有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演戏上,很有商业头脑的他,拍戏之余也在尝试做生意,投资了很多不同的领域。 餐饮、科技均有设计,当然也少不了娱乐。 凭借着不断开拓,生意也越做越大,积累了丰富的资本。 可以说他简直就是幸运的代名词,无论演技还是投资,成绩都令人瞩目。 因此,他在大家面前一直都很自信。 因为他的优越,粉丝还称他为教主。 但自从2011年与Angela Baby恋爱直到结婚,在寻得浓情蜜意之后,事业却开始走起下坡路。 他先是拒绝了年度热播剧《狼牙榜》的盛情邀约, 后又错失30亿票房的《红海行动》。 在母亲的建议下,选择出演《大唐玄藏》《玄藏》一决。 然而,带成绩公布是《红海行动》喜获8.8的高分,可谓口碑票房双丰收。 《大唐玄藏》却只有可怜的5.3分。 随后,街拍的锦绣员《华丽冒险》彻底将演技推入了深渊。 差评多地恨不得将他逐出娱乐圈。 除此之外,身为一个演员,他的演技一直都被大家说油腻。 甚至一度被称为油腻男。 以前是别人求着他拍戏,而现在他去求别人,都不一定有人要。 在直播的时候,还说怕大家不喜欢他。 但在离婚以后,他竟然凭借电影作品《风影帝》。 资源越来越好,口碑也渐渐回暖。 前不久热播的,并编不是《海棠红》,更是让他脱油成功。 在观众面前刷了一大波好感。 面对那些黑料,他的心态也淡定了很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参加综艺《中餐厅》时, 曾因为一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而被骂出圈。 所谓的名学名言名语,更是被网友玩坏,成为了当下的网络流行语。 此外,他与林大厨吵架,被一丝假戏真做的事情,也是备受争议。 当时,为给沈梦辰的生日一些惊喜,大家密谋了一场纷争。 这一次,林大厨竟主动提出要与黄晓明对戏,甚至还称自己要将全部的火给迸发出来。 起初,林大厨在排练的时候就直接入戏,还将客人订婚仪式给搬了出来, 假装与黄晓明诉说成本问题。 可以发现,林大厨在诉说的时候非常认真,每一项都说得非常到位,并不像胡编出来的。 这时,王俊凯都开始担忧,杜海涛更是称,听得入戏。 包括之后,吵架到达百热化阶段,林大厨开始翻旧账,称黄晓明之前就是这样, 脸部通红,黄晓明更是拍桌子大瞪眼,还怒斥摄影师,两人差点在厨房打起来。 这一过程可谓配合得天衣无缝。 因此,观众都怀疑两人皆出自本心,只是依靠这次作戏将内心话说了出来。 看到大厨的反应,大家满是心疼,更是加重了对黄晓明的厌恶。 毫无疑问,黄晓明这一次赢了流量,却输了口碑,情商低的嘲讽更是再度卷土重来。 被网友骂后,他不焦不及地发布了一则动态,配文中写着综艺而已,其意思已经非常明确,也就是不要让大家瞎操心,这也是给大家一个暗示,来证明他的情商并不低。 其实黄晓明既然有过辉煌时刻,那么说明他还是有真本事的,所以不管现在如何,相信只要他肯努力,一定可以重徽演技的巅峰,彻底挽回口碑。 这里是呱唧娱乐,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哟,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设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